死亡拔鼻粉 窒息石灰唇 灾难扫把头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 这有些个装造老师 难道是对美人过敏吗 那咱今天就来盘盘 同一个女生 在不同造型师的手底下 到底美的可以有多层次 第一位 无敌静静子 天生一副美人皮子 长着双洋娃娃一般的眼睛 就算经过岁月的洗礼 颜值反增不减 想当初再接第一部 古装戏屡不为理 静静子饰样的照机 简直嫩的都能掐出水了 每个造型都值得反复观看 后来笑装秘食里的大鱼儿 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蒙古胳膊使 活泼可爱 两个毛绒的发饰 俏皮灵动 而步入中年后 衣服整体色系偏暗 翡翠尔环又趁着整个人端庄大气 每一套装造 都是那么的贴合 惊艳 然而 你再看看之后的英雄诀 和乞丐皇帝与大脚皇后传奇 这两部剧 不但造型雷人 妆容更是采用了窒息的粉红色 简直是不让宁静老十岁不罢休啊 同样遭受死亡八笔色攻击的 还有咱们佟丽娅 余政 你这里欠我的 用什么还 好好一个新疆大美女 愣是被红上了死亡八笔粉 和珠光大眼影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打光 也不是特别考究 把佟丽娅整个人拍得又黄又没气色 但是不得不说 这美女就是美女 凭借孤英的底子 硬生生就震住了这个装造 而想当年看公所新玉的时候 年幼无知的我 也觉得佟丽娅很漂亮 但是 原来这就是造型师的分思吗 第三位 张萌 想当初没整容的她 满脸的胶原蛋白 凭借着在美人心肌里一个镜头 就能火遍全网的势力 那可不是盖的 而且相较于现代戏里厚重的刘海 古装戏里的造型 更能凸显她的古典美 无论是美人无泪里的海澜珠 古剑奇坛里的二小姐 天涯明月刀里的周婷 说一句绝美 应该没人反对吧 这满嘴水泥的也是她 庄造老师才听句劝吧 这底子再好的美女 也经不起你这么后悔啊 第四位 王毅 要说这位姐姐最失败的造型 当属风云二里的第二梦了 顶着一头扫把爆炸头 单纯凭一副好底子硬撑着 看一眼造型老师 不愧是你啊 张淑萍 除了寸头的赵文卓 其他人都是惨遭毒手呀 仿佛丐帮集结大会 但是凭借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手法 张淑萍给风云主演们做造型 竟然还三小时挣了三十万 相比之下 上次的话叫嫁对狼里的造型师杨树云 用最少的经费 却做出了最美的造型 每一套衣服 发饰 妆容 都将李玉湖的灵动豪爽 贴合的是淋漓尽致 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第六位 光晓彤 又是你 于正 你欠美女的实在是太多了 想当初凤秋皇里的缝纫击图一出 热搜上多少人都因为造型气聚了 那头视频一块 都快有光晓彤两个脑袋大了 是我实在是欣赏不来 相反在老毛子导演的影里 关晓彤的美则被发挥到了极致 身着水墨衣衫 却给人一种清新的美感 发丝微乱 却有一种朦胧的美 仿佛看到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摇曳而来 还有杨幂的珊瑚头 刘亦菲的大婚造型 等等等等 也都是一个再一个的美眼看 我觉得吧 标心立意的造型 虽然可以博到很多眼球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造型师们要对自己手下的每一个角色负责 毕竟造型不单单是要贴角色 还要贴演员的脸 不然苦了的只有观众和演员呢